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身穿的白衬衣黑裙子也是给人如此的感觉 只有穿的简单才更能凸显人的气质吧 细看张子怡的脸 是真的又美了回来 好小好精致 整个人看起来好有精神 尤其是当张子怡在电梯里戴上墨镜的时候 妈呀 这和她颜值巅峰那会有什么区别啊 这么好的状态 一定要多拍好作品啊 陈飞宇这是什么情况 咋穿的这么像个老干部 黑毛衣配黑大衣是挺暖和的 但这套全黑的装扮可不太时尚吧 细看陈飞宇的脸 感觉她近段时间身材保持得不错 脸小又精致 可是细看五官就好像不是狠形的样子 眼睛似乎有变小 眼眶红红还略肿 皮肤状态确实是挺不错的 就是眼睛挺无神的 王俊凯这套白色西装彰显成功人士的魅力啊 丝滑又时尚 尤其是王俊凯低头的那一瞬间 这个画面里的她充满了时尚感 有种拍杂志封面的感觉了 然而细看王俊凯的脸 瞬间惊呆了 这咋肿成这样了呢 脸好像都没有棱角了 眼睛是被极小的嘛 看着也好无神 再看王俊凯低头的瞬间 感觉脸是真的比之前肿太多了 看着好不精致啊 姜书颖身穿黑色抹胸长裙 头发似随意一扎 妆容大气时尚 红唇的她是真有魅力 是她红毯造型的舒适区了 但这抹胸裙感觉不太行 直接给她乐出坠肉了 人也没胖啊 是裙子太紧了吗 细看姜书颖的对脸拍 好妩媚的五官啊 她的脸是真能打 一直保持在颜值巅峰了 拍照是美艳的姜书颖 私下感觉有点傻大姐的意思 还有点忙得不知所措的 也是挺反差的了 王子文穿的这套黑色法式群世 还蛮有韵味 复古又时尚 王子文的妆容也有种随性的大气 是挺适合她的 不过这个高炉顶的马尾 从正面看 和王子文的脸好像就没那么搭了 有点显头大了 王子文和素人的合影 她还是影很大 在高颜值面前身高的优势 也不是很给力了 张亦凡身穿素色长裙 身材优势是相当明显了 但也能看得出来 她是很努力凹造型了 好挺拔的一个姿势 就是这个直角尖看的人有些累了 颜值普普通通的她 在这群明星中 也是有点网红感了 西梦瑶身穿白色镂空长裙 裙子的风格挺中式 腰带很显身材 西梦瑶的对脸拍也是挺不错的 曾经的方脸 模特脸 时尚脸消失了 随之而来的贵气与这条裙子很搭 韩庚和卢靖山真的好搭啊 感觉韩庚瘦了一大圈 好精致帅气了 比前任司宣传期间好看太多了 卢靖山也是优雅 裙子也是给她加分不少 两人是真的好亮眼 吉克俊一和朱正廷 出现在另一场的活动上 一个是黑的发亮 一个是白的发光 两人的造型也完全是两种风格 但都好吸引人啊 好像花丛中的黑蝴蝶 闪耀发光 造型是真的很别致 很出彩 朱正廷金丝眼镜和粉发 就够迷人的了 真空西装配黑色大衣 简直不要太蛊惑啊 这个侧脸和身材 实在是有够一绝了 东京国际电影节上 48岁的蒋晴 仿佛从来就没有变老过 真是岁月不败美人啊 黑色长裙和白色羽毛上衣的搭配 非常符合她的气质 黑色长裙的设计简洁大方 凸显出她的身材线条 同时与白色羽毛上衣 形成鲜明的对比 让她的造型更加突出 优雅又高贵 蒋晴晴的妆容简约大气 非常自然 48岁的她是怎么做到 优雅之余还如此清新自然的 五类身着黑色西装 中间一抹红色给整体造型添色 显得她神采奕奕 黑色西装凸显出她的成熟稳重 而红色部分又带来了一抹亮色和活力 既正式又彰显出她的个性 三十弟弟越来越帅 越来越有味道了 即将在开幕式典礼上领取特别成就奖的 国师张艺谋 看起来心情大好 身穿黑色西装 站在红毯上向观众挥手致意 整个人显得红光满面 73岁了还这么精神饱满 状态真的很好 几天前的台湾金中奖 红毯上淘金银黑色剥点外套配白色衬衣 上半身的搭配活泼中带点帅气 很符合太一贯给人的感觉 但往下看就有点不懂了 半透明黑丝显得十分廉价 皮靴也显得有些笨重 三分活泼三分性感再加三分吐气 主打一个混乱搭配 沈玉玲一身浅色西装走上红毯 这是老婆牙牙给搭配的吧 看起来还不错呢 有点贵的样子 奈何身材55分 裤子显得有些松垮 跳起来的时候好怕她裤子掉下来 威廉沈看起来心情大好 可惜没拿到大奖 沈玉玲的搭档 Melody刘硬炮女士这次又没出新高度了 20号的最佳红毯 造型绝对要颁给她 一袭高开刹蓝色长裙 自信大方又性感优雅 长裙的设计凸显了她的身材线条 举手头足尖竟显妩媚 同时蓝色又让她看起来更加清新自然 发型和妆容也恰到好处 给人一种时尚而精致的感觉 44岁的她也保养得太好了吧 不愧是你 吴宗宪 陈汉典 Lulu一同获得金钟奖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这也是陈汉典第一次得奖 看得出来很激动了 红毯上的三人喜笑颜开 吴宗宪一身美老板穿搭 Lulu则把自己包成了礼物 对比下陈汉典这套深色西服还有几分时尚 只是脸怎么越来越像光良了 别说 布什阿宝的时候还散发出一点成熟味了 好久不见的桂轮美是有瘦了吗 头好小一颗 笑容很有感染力 黑白花纹长裙非常特别 粗块一般 在暖色灯光下却又显得很复古 氛围感拉满 还显得它非常高挑 整个造型简单大方 与它的个人气质相得一张 妆容方面 橘色腮红稍微有点强细 但整体来说也不算太违和 凸显了它的自然美 女神巡韦宁身着一袭金色长裙 这款长裙的设计极尽优雅与高贵 裙子的剪裁线条流畅 贴合身形 凸显出徐伟宁的曼妙身材 手套和高跟鞋与整体造型相得一张 佩戴的首饰款式也十分简洁大方 与它的整体造型完美融合 既增添了贵气又不显得过于繁琐 它的妆容同样无可凋替 选择了自然优雅的风格 没有过多的修饰 保持了自然清新的状态 唇部涂上了淡淡的粉色唇彩 为整体造型增添了一抹柔和的色彩 每次看到他都想说一句 邱泽好福气啊 王靖选择了一条橙色长裙 明艳动人 好似一个行走的大橙子 在红毯上非常抢眼 但腰间的绑带有些多余 褶皱部分再高一点会更显身材 钟星灵和郭艳君看起来好喜感 两人在红毯上牵手而行 默契十足 着装也都非常符合他们的个人风格 才刚在香港出现的吴康仁 瞬间又飞到了台湾 黑色丝绒外套很有质感 站在红毯上的他意气风发 看起来十分帅气 柯家眼的老公谢坤达 是真的爱穿裙子啊 但配上这双靴子就有些微胡了 柯姐再教教老公怎么搭配吧 如果不说这是安心亚 真的认不出来了 这脸又是去哪里进修了 装脸了好几个韩国女明星 身材倒是一如既往的好 侧面曲线很有料 蔡淑珍这条黑色蓬蓬裙 看起来很有层次感 却又莫名有些累赘 妆容和碎发显的面部不是很干净 趁得人暗淡无光 那场换成眉红色裙子的他 气色瞬间好了很多 还拿到了最佳女主角奖 恭喜 下雨乔山穿黑色抹胸长裙 她面带微笑 对着镜头打招呼 展现出自信与从容的姿态 但胸前的大珠宝有些抢戏 细纱手套也有些多余 摘掉会更好 天颖摆生根之前比好像瘦了一些 没有之前油腻了 人帅气精神了许多 但红毯上的他依然有一些 玩世不恭的感觉是怎么回事 妮可白好久不见 走起性感路线了 白色长裙的设计凸显了 她的身材优势 笑容清和力满分 也很会摆pose 试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 除此之外 红毯上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组合和穿搭 尤其后面两位 应该是一起到县里集市上镜的货 有一种不顾别人死活的乱配 看了这几场活动 你觉得谁的穿搭状态最好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一起讨论